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每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那在过去的一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 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巨大影响 但美国大学录取并没有因为疫情原因而放水 在不强制要求标划考试的情况下 竞争激烈程度只增不减 从目前各大院校公布的录取数据来看 申请人数相比去年均有大幅上涨 录取率却持续走低 标划考试在今年的大学申请中又会何去何从呢 美国大学招生趋势又会有哪些变化 那今天就由Enlightings的Senior Consultant Erika老师 拥有13年大学申请经验 同时也是UC Berkeley认证的大学升学顾问和职业规划老师 来为我们讲一讲今年的美国大学该如何申请 欢迎Erika老师 Hello 大家好 谢谢Erika老师 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 天赋 价值 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 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 职业规划 高中AEP Honor私教课程 SAT ACT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来自全美各州超过百所学校的学生 包括湾区 三番市 半岛 Sacramento 南加等 同时我们也服务外州的学生 包括芝加哥 Arizona 西雅图 Pennsylvania Texas 等东海岸地区 我们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 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 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 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那么下面就有请Erika老师 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的 谢谢Enlight老师 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ka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又见面了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主要是会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首先第一个我会为大家分析到底 因为我们近期收到了很多来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 就是到底今年这个SAT要不要考 以后升级美国大学还要不要考SAT UC到底看不看SAT 那这个我会今天为大家详细的分析 完了之后呢 第二点我会为大家针对今年 UC就是加州大学的这个录取结果 进行一个复盘 以及分析他们未来的变化 最后我会为大家分享 那么针对今年马上要申请美国大学 以及在接下来的几年 即将申请美国大学的同学们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准备我们的大学申请 好 我们首先直接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 到底SAT要不要考 那这里呢 我为大家节选了加州大学它的官宣 针对SAT的要求 那它的原文是这个样子说的 就是针对2021年和2022年 秋季入学的学生 加州大学是不会考虑SAT 或者是ACT的成绩 这个SAT的成绩呢 不会用于录取的考虑 同时也不会用于针对奖学金的发放的考虑 那学校有提到说 如果你选择这个提交成绩 作为你申请的一部分 那么他们有可能会用来评估 你是否满足学校的这个最低申请要求 以及可能会针对之后入学后的 选课分班的问题 那这个是加州大学的官宣 那么除此之外 针对这个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如果说我不提交SAT ACT成绩的话 那会不会对我的申请有不利的影响呢 那加州大学的官方回答是不会 而仍然他们重复一遍说 针对2021年2022年秋季的申请人 UC不会在录取过程当中 考虑SAT或者是ACT的成绩 那么根据加州大学的这个官宣 我们主要有三点值得注意的 首先一个我们留意看 加大的这个官宣 它是仅仅是针对2021年秋季 和2022年秋季入学的学生 也就是目前正在就读11年级 以及12年级的学生 那么针对未来的学生要不要考 其实UC在这里是没有明确说明的 那么第二点 UC的这个对SAT ACT成绩的不考虑 是仅仅针对录取过程 以及奖学金的发放 那么第三点 就是说如果提交了成绩 那么UC它会可能会用于其他的目的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满足最低的要求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能这种情况下 有一些学生 他可能因为长期患病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 不同寻常的这个家庭环境 家庭情况 导致他没有办法 像大部分学生一样的正常就读 或者是可能针对一些 Homeschool Homeschool就是在家上学的学生 那么这种情况下 UC是需要提交这个SAT 来满足他们的最低申请要求的 那么包括之后 UC有提到说 就是入学之后的选课分班问题 那么我们都知道UC它有一个 就是大学基础的写作要求 那么但是针对有一些学生 比如说他SAT的阅读部分达到680分以上 那么他这一部分的就是这个课程 它是可以skip掉 是可以不上的 所以是这三个 这三点信息 大家一定要留意 OK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加州大学 作为加州最大的这个 也是最好的公立大学系统 还是对SAT ACT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 那么其他大学呢 比如说本地的加州的私立学校 或者说是外州的私立学校 或者是外州的公立学校 那他们对SAT ACT又是什么要求呢 那我这里呢 为大家整理了一个数据 这个是整体今年通过这个 Common Application 也就是我们这个通用 通用申请这个网身平台 总结出来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知道 因为2020年的这个疫情的影响 其他的学校基本上采用的是 Test Optional的政策 那么这个Test Optional和UC的政策 是有区别的 Test Optional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不看 而是说选择性的提交 就是如果说你提交了 它是会看的 如果你不提交 它就不看 那么UC目前说的是 即使是你提交了 那它在这个录取过程中 也是不看的 所以这是有区别的 那么因为去年这个 基本上所有的大学 都有这样的一个Test Optional的政策 出来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针对不同族裔的学生 它提交SAT的这个比例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这张图表 是对比了这个大型的私利 大型的公利 小型的私利 小型的公利 然后可能录取竞争更激烈的学校 和录取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学校 不同族裔之间提交SAT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里面这个图表的话 也是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会发现 2020年提交成绩的比例 是远远低于2019年的 这个非常正常 因为疫情大家没有办法出去 也报不到名 报了名的也都cancel了 所以真的是一席难求 根本就考不到试 那更不要说那些没有办法 就是可能真的是住的比较偏远 或者说是没有那些条件 去不断的去这个刷考位的学生 所以总体来讲 都是有大幅的下降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看到这个白人和亚裔 标划提交的这个比例 虽然也是有所下降 但是仍然是明显高于其他族裔的 而且第二点 即使是在就是这个疫情的影响下 标划提交的比例有所降低 那其实白人和亚裔 它降低的比例也是远远低于其他族裔的 那第三点 我们对比这个数据也不难发现 竞争激烈的学校 标划提交的这个下降的比例 仍然是低于竞争不利 不那么激烈的学校 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就是我们的 就是同等的这个亚裔的同学们 其实他们的这个标划提交的比例 仍然是保持在一定水平的 而且越竞争激烈的学校 那标划提交的比例也高 那么为了就是验证这一点 是不是这样 我们进入了进行了一个 更深入的一个挖掘 好 那这里呢是来自这个 长春藤盟校之一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 发出来的针对今年录取结果的 一个总结 那其实这个总结 也是非常的就是非常非常的tricky 因为目前基本上 绝大部分的学校都已经不公布 这个标划的一个提交程度了 他们只是公布了说 我们今年的录取率下降了多少 录取率是多少 然后我们录取的这些学生里面 有多少是亚裔 又有多少是其他族裔 然后我们今年录取的 这个第一代大学生是多少 有多少 然后这个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有多少 但是就是这个标划是没有提的 可是呢还是被我们捡了个漏 这个宾大 它是有公布关于他们考试的这个信息 那我们看到 它这里说到 就是在2020-2021年 这个申请季的录取的学生里面 有26%的学生 没有提交考试成绩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有74%的被录取的学生 是有提交成绩的 而且在这74%被录取的学生提交的成绩 那它的这个中间值 SAT是1500到1560 而ACT是34到36之间 要知道前一年 宾大的这个数据 SAT是1455到1560 ACT是33到35 所以也就是说 今年的这个下限是整整是比去年提高了将近50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竞争越激烈的学校 标划提交的比例越高 而且即使是在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就不难发现 录取要求不但没有因为选择提交成绩而变得宽松 反而是更加的严格 所以这里的话 我就想为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 就是到底这个Test Optional是什么意思 以及它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那么正好上个星期呢 我参加了一个前20的文理学院的一个录取招办的一个会议 那么他们在这里面 就是专门有说到关于学校的这个Test Optional的政策 那学校的招生官是这个样子说的 就是说如果说你认为标划成绩可以代表你的这个优势 可以是你的就是强项 那么你可以选择提交 但是有很多考生 他们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优势 比如说有的学生 他是写作特别特别的强 比如说有的学生 他可能有在运动 或者说是在文艺方面有特殊的特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提交 那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话 就是说其实这个不提交是有条件的 就是说你有没有其他更强的东西 那所以我这里为大家分析了一下 就是Test Optional到底它对我们的这个影响 它的好的地方是哪里 不好的地方又是哪里 首先好的地方 因为Test Optional 大学收到了更多的申请 这点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们都今年都是大学是百分之几十几十的上涨 那大学收到了申请意味着什么 当然一方面是收到了更多的申请费 当然这个是小头 那么大头就是说我收到大学申请更多了 意味着我的录取率就更低了 那么录取率更低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在US News上面的排名就更稳了 因为我们知道US News的这个排名和学校的录取率是挂钩的 录取率越低的学校排名就越高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选择这个Test Optional的学校 还非常有利于学校的公众形象 因为这样大家会觉得 哇这个学校好友好啊 好体贴我们呀 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提交了 你考不到就不用考了 这多好啊 这个学校的这个形象 也一下子就变得更好了 变得更友善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选择Test Optional的这个政策 还给大学提供了这个 减少吃官司的这个风险的途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这两年 哈佛耶鲁一直在打官司 就是说在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歧视亚裔的这个嫌疑 那么其中的证据之一 就是说亚裔在录取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提交的标划成绩 要高于其他族裔100到300分 SAT 这是今年SAT 要高100到300分 这个不是其实是什么呢 但是现在因为学校采用了Test Optional 所以学校慢慢的不对外公布 这个标划的这个成绩了 像我们刚好不容易找到 宾大是唯一公布出来的 其他学校都不公布了 那不公布 对吧 这个证据看起来抓不到了 抓不到学校的这个伟大了 所以就减少了吃官司的风险 那么除此之外 Test Optional更有利于学校 招收有特长的学生 却不影响SAT的数据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以前要求提交SAT的时候 哪怕你是作为这个体育特长生 教授 你仍然也是要提交这个成绩的 我就记得有一年 我去就是一个司令高中 跟那边的这个招生官见面 那么他当时有给我看 他们头一年的这个学生的录取情况 那有那个就是那个叫Scalagram 就是每个学生录取 是什么成绩录取的 然后上面我看到 就是这个斯坦福的录取 基本上都是很高很高的标画 那个时候SAT还是2400分 很高很高的标画 然后突然有一个点 在这个很低的地方 然后点进去一看 学生当时是2400分的满分 那个学生是1500多 我说这个怎么回事情 这个学生怎么可能会录到斯坦福 然后这个招生官跟我说 这个学生是运动员录取的 我们都知道 那因为那个时候要提交这个标画成绩 所以哪怕是就很低的分数 也要提交上去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说 拉低了整个这个学校的SAT数据 对吧 那我们知道拉低的后果是什么呢 因为学校在排名的时候 它的这个SAT成绩也是要算进去的 所以当然是SAT的成绩越高 学校的排名越高啊 可是如果这个整体的成绩拉低了 这个对学校的排名是不利的 但是现在具有这样特长的学生 他可以选择不提交成绩了 运动员考不好我不提交了 或者说是我有其他特长的 或者说我是这个校友资云 我可以不提交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么考的不好的都不提交了 提交的都是考的好的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 学校一边又可以招收 有特长的学生 另外一边呢 它的分数又不受影响 可以说是一键双雕的一个政策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这个Test Optional的政策 还可以大大增加 学生群体的多样性 这个多样性就指的是 种族的多样性 那么很明显 今年的这个所有 录取的学校 基本上就是应该说是 最Diverse 最多样性的一届了 那这里我就不给大家 赘述这个数据了 基本上就是说 今年是这个非裔 西裔 或者第一代大学生 或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都相较去年 有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这个是对学校 来拓展它的多样性 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政策 好 说了那么多 好像都是对学校的好处 那对咱们广大的申请人 对咱们的学生 有什么好处呢 那可能有一个好处 就是感觉太轻 就是感觉好像 是不是更轻松了 因为这个是关于 就是这个政策 一出来的时候 那我跟我的很多学生 在分享的时候 有许多学生的第一反应 就是说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少一件事情可以忙了 所以这个看起来 是对咱们学生的一个好处 那可能我们现在要分析一下 这个政策 它的另外一面 它的这个影响是什么 首先一个 我可能要说的是 很明显的 我们想一下 因为就是说 把这个标准化的东西 给取消了 再加上这两年疫情 这个成绩单 又有一个学期 是pass no pass 没有成绩 然后课外活动 因为疫情也停掉了 然后再把这个标画考试 也取消了 张中官评估的时候 他评估什么 他怎么来选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就是 就更不透明了 那么因为不透明 不确定性就增加了 对不对 以前我们有标画的时候 我们看着 大概是这个区间 如果我没有达到 那基本上我就知道了 我可能不会被录取 我可能就选择一些 更有可能的学校 可是现在没有这个标准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不考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 或者说 那我可能觉得我有利的 但是我会不会觉得 因为申请人更多了 我的这个可能性 可能更小了 对吧 所以就是现在更加的不确信 另外一点就是申请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 更加费时费力 那么这个不仅仅是因为 可能很多学生 他要申请更多的学校 来增加自己的 这个录取的概率 其实另外一方面 是给了很多 原本就申请不到的学生 一些虚假的幻想 因为这些学生 其实本来 不管提不提交成绩 他都申请不到的 但是因为他现在 他可以选择不提交 所以他就开始幻想 觉得说 说不定我也 我也有可能性 我就去把它提交了 但是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所以这样不但是 让申请变得 更加的费时费力 相反最后的结果 可能更加的让人伤心 那除了我们 对学生我们 更加费时费力之外 其实招生官也不好过 今年哈佛大学 在评估录取的时候 不光是把他们学校 所有的现任的招生官 Faculty都挖出来 就把以前的那些 已经退休了的都喊回来 说一起要来评估申请 为什么呀 因为实在是忙不过来 实在是看不过来 而且我们知道 今年的这个放榜日 逐足推迟了一周 所以对学校 他也评估不过来 那么除此之外 对说回我们考生 就是对GPA的这个 依赖就更大 因为少了一样标准化的东西 那么我们可能只有看 其他的标准化的东西 那么这个我就觉得 有可能是比较neutral的 因为其实GPA 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可控的这个空间 那么最后 所有的这些 其实我们考虑一下 对我们亚裔学生 我们仔细想一下 是让我们的这个申请 变得更轻松了呢 还是让我们的处境 变得更加艰难了 想一想我们前面所说的 不提交成绩不是无条件的 而是说你有没有 其他更好的东西拿出来 好 那么这里我帮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到底SAT要不要考 咱们就问一问 以下的这些问题 首先一个想一想 我自己 我有没有4.5以上 年纪排名前五的GPA 我GPA特别特别的高 但是一般GPA高的学生 考试对于他来说呢 也比较容易 基本上GPA高 他也会去考SAT 也是会去考的 第二 我是可以作为运动员 这个运动员招生 进学校吗 或者说 我有非凡的文体方面的特长吗 这里的文体特长 不是说 我会弹康琴 就叫有特长 除非你是这个国际大奖赛 拿奖 或者至少是国家级的 拿奖 这样的一个级别 才算是真正的特长 其次 我是教职员工 或者是校友的子女吗 或者说 我是第一代大学生 并且来自低收入家庭吗 或者说 我是非亚裔的学生吗 还有一点 我够惨吗 这里的惨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去年在这个 UC的这个顾问升学大会上面 我们有分析 就是学校对 这个申请的评估 那么其中的好几个例子 这个学生 一个人待在这边 没有父母 因为父母被遣送回国了 因为是非法移民 被遣送回国了 然后学生又有这个抑郁症 然后经历了抑郁症 然后寄人篱下 这申请上面 年收入写的一年一千美金 要不然就是家里面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生病了 我说的是这种 所以我没有这么惨 另外大家想一想 我是不是只申请UC呢 如果这上面的问题当中 有一个或者是更多的这个问题 你的回答是是的话 OK 那么你可以选择不考 但是如果你的回答是no的话 我好意思 那可能SAT考试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一个增加我们录取概率的 一个途径之地 OK 接下来呢 为大家分析一下 今年UC的录取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UC的这个各校区的申请数据吧 这个是今年UC各大校区 收到的申请数 和去年的一个对比 那我们会发现 整这个UC整个Universitywide 整个UC系统 是比去年的申请人增加了18% 那么每一个校区都有 不同程度的涨幅 那么当然涨幅最大的 就是最受欢迎也是 就是录取竞争最激烈的两个校区 Berkeley和LA 分别涨了一个28.2 一个28.1% 是几万几万的这样的一个增幅 那么即使我们看到 就说它的这个涨幅 是和学校的这个录取竞争程度成正比的 竞争越激烈的学校 申请的人越多 涨幅越高 那么相对就Merset 应该是就是申请人最少的 它也有涨幅 只不过涨幅最小 OK这里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是UC Berkeley 在我们湾区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功力高中 录取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看到 San Francisco的这个Low High School 它的这个变化是可喜的 录取的人数比前年增加了很多 但是除此之外 一些传统的 所谓Berkeley的这个Feeder School 就是传统的这些学校 基本上全部都出现了下降 一个像咱们东湾这边的Dougherty 然后南湾这边的Monta Vista Gang 之前录了86个人 2020只录了30个人 Limbrot 之前录了61 只录了26个人 我们之前有一期 有一篇文章是关于这个的 几乎就是录取人数被腰斩 那么通过我们今年的一个申请情况呢 我们也是 真的是有切身的感受 像我们的很多学生 在同等的情况下 私立学校或者是外州的公立学校 录得非常好 但是UC却没有录到同等 5T的一个学校 比如说有一个学生 他录了一个 排名前30的一个私立学校 但是UC却只录到了Santa Cruz 我还有一个学生录到了 排名前20的商学院 外州的学校 Santa Cruz被VList 还有学生 USC 然后CMU都录取了 但是这个 Berkeley LA却是被VList 被拒的结果 所以今年的这个录取情况 是非常的严峻的 那么在录取的这个结果 我们拿来分析的时候 也会发现 学生确实在UC的录取过程当中 GPA是非常的重要 基本上我们录的 有录到Berkeley LA的这样学校的学生 那GPA都是非常高的 是不是说 就是我们在UC的申请过程当中 有GPA就足够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 左边的这个紫色的这个图表 是南湾这个Mana Vista 它学校的一个Student Profile 我们看到它这里说 这个学校它有4.0 GPA的 就是这个Perfect GPA 全A的学生 有52个人 我们想一想 这个Mana Vista 去年UC Berkeley 录了30个 对吧 那还有20多个怎么办 然后右边的这个是 这个Linbrook 有全A的学生 有112个 占到了学校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 你哪怕你是Top 20 就是我是排名前20% 我也是全A的学生 可是Linbrook去年 UCB录了多少 录了26个人 那还剩下那将近100个 有全A的学生录哪里去了 包括这个是咱们东湾一个学校 Dublin High 我们看到 它是用了Witted的这个系统 4.0到4.87的学生 有多少 有185个人 Dublin High去年录了多少 也是录了30几个 那还剩下100多的 去了哪里 所以是不是 我只要 我有Perfect 我有这个全A的GPA 我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好像看起来也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到底怎么办 我今年这个申请 应该从哪里来着手 对不对 好 这里呢 我会通过这个图表 来给大家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的申请 应该到底怎么样做 我们看到哈 这个图表上面有 非常多的这个 不同的小区间 那么我们看到有 有GPA 有标划成绩 申请文书 课外活动 推荐信 然后学校课程的难度 年级的排名 包括你对学校的兴趣 包括面试 然后包括你的这个特长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 你是不是第一代大学生 你是不是校友的子女 你是什么族裔的 然后你是来自 这个比较偏远落后的 这个community的呢 还是说是来自比较 就是资源很充分的 这个学区的呢 还有你的这个religion 所以我们看到 有这么多因素在里面 那么有一些 可能是我们学生 没有办法控制的 就我们这红色的这一块 像我个人的这些背景 我没有办法去控制 对吧 我没有办法决定 我是不是家里面的 第一代大学生 那还有一部分呢 是可能有一些控制 但是不完全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特长真的有的时候 需要天赋 对吧 那我没有天赋 我可能我随便怎么学 我还是达不到那个程度 那其实剩下的很大一部分 都是都是都是可控的 所以针对今年的申请的学生 那么有几点 我们可能要注意 首先一个 就是我们越做 我们会越发现 其实这个申请 真的是一个整体 不是说 不是说你 你你你作文写的漂亮 你就能进去的 没有用的 它是它是一个整体 而且就是说 这个申请不是一个写作比赛 学校不是看你 你的你的字写的多漂亮 你的用词多漂亮 会文书会会有帮助 因为就是你怎么样来展现我自己 对吧 怎么样把它展现好 但是想光靠那个写进去 是没有用的 那么整体性就包括了什么呢 当然除了asset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到 我们专业怎么样来 怎么样来匹配 因为这个学校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 每一部分 你要你要make sense 那我们有学生 就可能自己的 自己比较主观 就是希望能够申请 自己想要申请的专业 而不是说我们建议申请的专业 那么最后 就是出现了 其实有很好的成绩 很高的GPA 很高的标划 但是却没有录到 理想的学校 所以这个是 就是专业的匹配度 非常的重要 而且包括 你像我今年有一个学生 GPA非常强 就真的就是那个 年级前五的那个GPA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都就是学生 他想申请这个 想申请工程类的专业 我一看他的活动 没有任何和工程类相关的东西 我说那你这个怎么去申请 我说不要申请 我说千万不能去申请 你哪怕是申请 其他的申请 就是你这个underside都可以 所以那学生非常的配合 所以最后 所有的UC全部都录了 然后还有教学金 全部录 所以这个是要考虑的 而且包括我们在 真的是我们在申请 是要考虑到每个专业 他的一个录取 录取难度的问题 当然了 就是说这个是因为 我们每一年这样的一个 对吧 慢慢的积累下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顾问 可以判断的一个东西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选校 非常非常的讲究 可能在过去 学生基本上申请一个UC 就 reach的也有了 保底的也有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UC上面是前20% 还到下面 基本上前100% 但是现在还是这样吧 我每次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说 我说你们想一想 Burke Yorley 那个绝对是 要不可及的 绝对是 你要非常把劲 才可以去reach到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第二个就是这个 第二个区间的 排名30到40之间的 这四个小区 圣地亚哥 Santa Barbara 欧文 还有这个Davis 这四个小区 也不好 如果 现在这四个 那都是抢手货了 都能挤进去 都不容易了 所以你敢用 这四个来保底 OK 那如果你这四个 没劲的话 怎么办 插一下 就只有Santa Cruz Santa Cruz 现在都不好路了 Santa Cruz Riverside和Merced 这三个 这三个在哪里 Riverside 88 Santa Cruz 97 Merced 97 这是今年的排名 所以你可能 一下子 如果前三十 前四十 录不到 夸了一下 就掉到前一板 这个对自己来说 是不是不太公平了 其实在这个中间 还有很多其他 更匹配 更好的学校 可以选择 那我们为什么 不把它们 考虑进去呢 而且另外 我会发现 我们真的这几年 可能前几年 学生可能就说 申请两个学校 或者四个学校 都可以了 但是现在 基本上 没有八到十个下班 这和我前面 分析的一样 就是因为 反而这个Test Optional 的政策 造成了录取的 更加的不透明 更加的不确定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来对冲这个风险 所以这个是 今年的一个 申请非常重要的地方 当然整个其他 就是整个你这个 申请的一个设计 你的文书怎么写 你的活动怎么写 各方面怎么样搭配 这个也是非常讲究的 所以不要只看到 一个方面 要整体 每一个东西 都要make sense make sense 让教生官知道 我为什么要学这个 我为什么要申请 这个学校 我的背后的经历 我的这个个人的特色 怎么样去和这个学校 match上 所以这个是针对 今年马上要申请的学生 但是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说了这么多 因为今年申请的学生 基本上GPA 差不多了 马上这个学期 也要结束了 课外活动也该做的 也都差不多了 那咱们之前 有签约的学生 暑假的安排 也都安排的差不多了 所以就是说 你基本上材料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现在 需要考虑的就是 怎么样来帮你搭配 怎么样来把它 就是把它做出来 对吧 是这个最后的工具 但是如果说 你们今年不申请 可能你是十年级 或者是九年级 或者是更小的孩子 那么我真的就是觉得 你们太幸运了 因为我更小的这个 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 我们可以准备的东西就更多 除此之外 有一点就是 GPA重不重要 很重要 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 就是年级还小 或者说是低年级的学生 一定要养成 就是这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该就是 该预习的预习 该复习的复习 有需要找图图的 赶紧找图图 一定要把这个成绩保住 那么除了这个成绩之外 就是 课外活动 我为什么说 课外活动这么重要呢 真的课外活动 非常的重要 因为课外活动 是文书的基础 到最后要 要写文书了 没有活动 写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难道去写 脑子里面想的什么吗 这是没有用的 大学要看 你做过什么 而不是看我想做什么 想的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文书 这个活动 一定是文书 非常重要的基础 而且我们看到 这个UC的活动列表 把它满打满算 差不多有 有两千个字呢 那你这个怎么样去利用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来展示你自己 有二十个空让你填 难道我空着一张表 叫上去呢 另外我们今年啊 有个学生 其实成绩 GPA高不高 高 大概是4.2的这个GPA 获得了Berkeley的 这个商学院的直路 直接路的商学院 你说他成绩 还可以吧 但是也不是特别顶尖 特别把尖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学生 稍微好一点 都有4.2的GPA 但是人家可是有 100万粉丝的网红啊 而且是数个这个初创企业的 co-founder 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之一 这样的活动 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不是我 对吧 我临时要申请大学了 我做一个出来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说到这个 我们就说到 关于这个长期的规划 课外活动 非常需要一个 就是长期的一个发展 因为我们想一想 大学他在看课外活动的时候 他看哪些方面呢 首先一个 他会看你课外活动的这个成就 就是你做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你做得好不好 第二个呢 就是要看你课外活动 和你的这个专业 是不是匹配 那么如果说我专业方向都不明确 我做了一些 这个乱七八糟的活动 大学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除此之外 学校还看你 对这个活动的commitment 也就是说你有多执着这个事情 那commitment都是需要时间堆积出来的 对吧 我临申请大学了 我做一个活动二十个小时 没有用的 你怎么来秀你的这个commitment呢 所以都是需要时间的 有的学生从小就 就摁着一个活动 一直做到高中 这是不一样的 还有 最后就是你活动的这个创意 创意的活动是有难度的 那么有难度就意味着什么 有难度就意味着要累积的 对吧 不是可以一下子 我蹦个idea出来就可以去做的 是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所有的 不管是你的方向也好 不管是你的achievement也好 commitment还是你的创意 都是需要有一个累积的过程 包括下校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想最后 我们能够十一年级的时候 申请一个特别有竞争力 特别有含金量的下校 但是如果你都没有前面的做铺垫的话 人家凭什么要录取你呢 包括leadership 领导力 对吧 我们都说要有领导力 领导力怎么来的 不是说 我到十一年级了 我参加了这个俱乐部 我就可以去做领导了 谁承认你做领导啊 对吧 那领导都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一步一步做起来的 所以这个是针对 今年就是之后要申请 大学的学生 那么这个是我认为 非常重要的东西 然后最后说回标话 如果说我们不是说 只申请UC的话 那么所有的学校 大家都要考虑 那么我们想一想 首先一个 test optional 我们能不能不提交 我们不能提交 就一定要提交 而且你不提交 人家都提交 你提不提交 而且 那提交的都是考得好的 那你要不要去努力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的 所有的内容 好的 非常感谢Erica老师 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能帮您和孩子 更全面地了解了 今年大学申请的形式 如果大家之后 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Enlightings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致电 或者扫描屏幕上 我的二维码 那之后呢 我们每期的讲座 都会在我们的 微信家长群当中公布 如果您想要加入到 我们的家长群当中呢 也可以加我微信 我来发邀请给您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那我们每周六晚八点的讲座呢 希望与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们下周六再见 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六 mayo的 还有十秒钟 我们下周六